他主要的國家是美國日本跟澳大澳澳洲 大家天是想提問一下想問一下今天新政案例當時一踩的時候有出現症狀或是他在當時在船上有就醫紀錄嗎他有沒有去驗那個血清的抗體 那另外還有就想請教一下針對有抗體血清能為治療帶來成效嗎然後在就是他對疫苗的研發血清能帶來幫助嗎謝謝 我們我先回答就是說我們這個潘石劍的話是全部都有抽血那今天也開始對其他兩條劍的也陸續在抽血所以血液的檢查都會有 那至於剛剛其他事情張教授 發生病毒感染以後產生抗體這是我們自然的身體的免疫力的一個反應然後呢所以 對於說得到感染以後那會出現抗體這樣是非常自然的現象那至於這個抗體對疫苗的研發有沒有什麼幫忙 疫苗研發歸疫苗研發然後那疫苗研發出來以後達到我們人體上也是期待我們產生一樣的抗體那可以對抗這個病毒而不是 在發生感染嘛所以 您的問題簡單的說就是他們產生抗體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那然後我們的疫苗研發也是期待打了以後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產生抗體 長官好台視提問想問一下今天這個個案啊他也一樣是這個惡才陽性嗎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想說就是 他是要在發病之後才會比較容易就是驗到陽性嗎因為他也是在發病前幾天跟前四五天都是沒有 驗出來嗎那是不是有這樣的狀況就是要發病之後 然後另外呢也是想問一下說這個抗體的部分因為現在 三百七七人都是分送三家的三家負荷實驗室跟這個中影院這邊做檢驗那如果最後 三家數字都不一樣的話我們會怎麼樣來做判讀 我們當然就是會 在預測上面是認為他會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我們才需要有專家的一個小組來做判他不是這樣子一翻兩瞪眼就是說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那需要大家對整個數 數物質整個一個情況 做一個研討這是一個大家來研究那要根據這些病史 那等等的才能夠得到一個概括的一個輪廓 有關於這個 發病以後或發病前的採檢 原則上當然是發病以後就很容易被我們採檢得到陽性結果 那發病前是不是一定都驗不到 不一定了 發病前一兩天也許會被我們採檢驗得到 可是可能也不是百分之百都是在那個時間點就一定驗得到 那發病後我們才是比較 可以更敏感的得到陽性結果的一個時間點 好您看到的是中央樓行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內容 在今天又新增了一類等於盤石劍確診有30個個案 更多訊息稍後回來 會有多次判斷 您 turmoil 有沒有 呢